张大千娇女儿12岁,闺蜜徐文波画画,六年后却非得娶她,送她一幅画卖4377万。 而当年张大千已经44岁,徐文波刚刚12岁,张大千其实在画画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,当时还被誉为中国画家中500年来的第一人。 张大千在自己18岁的时候就和青梅竹马的表姐定了亲,可时间过去没多久,表姐就病故了,后来还到禅定寺出家,出了100天,还俗之后,张大千就娶了曾正荣做妻子。 大概是因为时间久了的原因,张大千又娶了一位小妾杨婉君,而且还生下了八个孩子。 很快曾正荣的第一个女儿也出生了,多年之后,女儿带着徐文波来拜访自己的父亲,可没想到44岁的张大千竟然对12岁的徐文波一见钟情了。 张大千拿出自己的代表作品和徐文波一通讲解,随即就决定拜师张大千,可张大千却拒绝了,不过还是交了她六年时间。 直到有一年瑞基轰炸,徐文波拉着张大千就往出跑,也就是这个时候,张大千问徐文波愿不愿意, 嫁给自己。可当面对徐家人的反对时,她表示自己已经怀了张大千的孩子,而在张大千的弥留之际,她把自己94%的财产都留给了徐文波,剩下的留给了其他妻儿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?欢迎留言。